接下来我想你们看我做一遍 我做什么呢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人口 人口的年底人口数 可是这个区别是不是县市为主 好 那我现在我假设 不对这个资料表还是你们必须要去做一遍 假设我现在我想统计出来 各县市人口数统计 各县市人口数统计可以算吗 这就是我现在我要教的 好 如果说我今天我要算那个各县市人口统计 而且要算出他的名次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增加一张新的资料表 增加新的资料表可以在模型新增资料表这边进行 这个资料表叫什么资料表呢 这个叫做现市资料表 现市资料表所以我要使用所有的selected这个函式 overselected 他这个函式的意思就是你选中某一个栏 他只会抓这一个栏里面的单一出现的 例如说我现在是不是要抓各县市 所以我可以抓哪一个资料表里面有各县市 请问我可不可以抓这个登革热里面的居住县市 那高雄市是不是会出现很多次 台南市是不是会出现很多次 可是不管你出现多少次 它只会出现一次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所以我等一下抓出来是不是二十二县市 对吧 好 Tab 键 又刮符 然后Enter 你看一下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有了三张资料表 第三张资料表叫做县市资料表 居住县市 里面就只有一个栏 叫做居住县市 这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用的是overselect key 好 就可以产生出一个居住县市 请你们再新增 用模型新增资料表 新增一个资料表 而且这个资料表呢 它的打法就是这样 县市资料表 好 请我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请问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请问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好